是一个在直销行业非常站得稳的公司 那么所以说不是上市公司 对我来讲起码我的理解不是个问题 因为如果应等上市了 真的是跟他没关系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大的财力和市场的占有空间 而且非常的稳定 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千万分之一 甚至更多的分之一了 所以没有什么机会 第二个是科学家诺贝尔奖 我们知道世界上 比如说这个马菲或者其他的什么药 或者德国诺贝尔奖的这些药 往往都不是天然的食品 食品的话去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或者根本就不用想 所以去得诺贝尔奖 或者等到得到诺贝尔奖的产品 也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它足够的有名 足够知名 在世界上占有顶尖的地位 那我们也不会能到我们去开发 或者去推广 第三就是说是加拿大的公司 那么加拿大的公司 我们知道很多公司是从很多的世界 大公司或什么公司 是从美国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 开始推广 但转到我们加拿大 和转到新加坡 如果转到香港 转到大陆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甚至第十年 或者像有个德国公司 我们要等到第25年 我们才知道 那么这个也是 对我来讲不是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加拿大的公司 不像有些世界 其他有的地方的公司 讲究排场 讲究 或者叫高大上吧 那我们的公司 在加拿大公司 我们是一个 加拿大的人民 比较朴素 他们比较务实 他们比较不喜欢太浮夸 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们是稳打稳杂 知道自己的量力而行 首先保证自己的生存 保证自己的发展 不受浮夸的影响 也不受浮夸打压 而是步步为营 只要自己能生存下来 能往前发展 这就是企业的命脉 就像马云说的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八的公司 会在头三年 头几年 小公司 小企业会倒闭 那么 小企业如果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千万级的大公司 一万级的大公司 那么他 他首先第一是要保证 他的生存和发展 这个首先第一是要 是要survival 尤其是在 现在的疫情情况下 世界顶级的很多的品牌 很多的脑牌 甚至百年公司 经过了二战 经过了大萧条 但是却在疫情面前 轰暗倒下 所以呢 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 都是我们就是 作为一个这个 作为一个企业的 像老板 老总 他会去跌量 去考量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产品单一呢 也是这个问题 那么产品 如果是你 你需要顾客 今天配这个 明天配那个 后天出来一个新产品 大家都要配合起来 一起使用 一个系统 一个什么 这样我们 我们会无形之中 我们会 会多花很多钱 当然了 就是说从 作为一个 做生意的角度 你的下线 你的伙伴 你的顾客 花很多钱 你可能真的 也是挣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钱有多大的 持久性 持续性 和后续的能量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大家都是 在一个月的 平均使用上面 要花掉500 800 1000 或者更多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系统中 生存的能力 的人有多大 所以很多人 会在第二个月 就cancel 他们的 他们会说 我的产品 还没用完 我也没有 300块 200块 400块 拿来做月购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就 存在着一个 等我一下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有一个 较可持续性的发展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可能前面在 在打天下 打市场 在铺网络 后面在牛市 隔了一个月还没过来 这个人 这个现在 在cancel 他的 autorship 他的月购 那么另一个人也 cancel 这样几个人 cancel的话 实际上对 对我们在系统中的人 比如说他本来 sponsor了两个人 但这两个人 cancel了他们的 autorship 他们不做月购了 那么这个 我们会有一种 心理感觉 就是说 这两个人都quit了 他们不做了 还是什么的 那有的是说 临时的 有的人可能就 永远再不会来 恢复 这个autorship 那么这个情况 就比较难 那我们这个产品 单一 但是呢 刚才公司的话讲 就是我们一个产品 打天下 一个产品 覆盖你所有的 内副外用 实际上反倒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 可以说 最大的优势之一 因为 如果 如果我们的产品 都要配很多 不同的东西 去使用的时候 那实际上 进到我们的 传统的 传统生意 就是说 像我们以前也是 开发一个新产品 这个痛风的 要一个 关节痛的 要一个 或者两个 这个鼻炎的 要一个 眼睛的 要一个 还有头发的 头发脱落 要一个 前列腺 要一个产品 心脏的 要心脏的 血压的 要血压 胆固醇的 要胆固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用上 几十个产品 甚至上百个产品 来获得我们这一个产品 所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实际上顾客是会觉得负担很重 所以我们这一个产品 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功效 那么在从我们的产品的市场的 占有空间来讲 它一定很有优势 因为它一站式的shopping 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一站式的购物 它就能 就能找到它所需要的 几乎所有方面的一个需求 健康方面的需求 那么这样一个产品 我觉得可能是 打着灯笼找不到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们有幸 找到这样一个产品 那么我们会觉得非常的 我自己来讲的话 是觉得非常荣幸 那么至于说什么 临床试验啊 什么这些 这些什么FDA认证啊 要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是 应该是说有用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健康产品 我们叫natural product 这种自然疗法的这种产品 一般所谓的临床试验 真正的这个临床试验呢 是要用这个大的药业集团公司 去对比如说对马飞 对这个潘泥斯林 对这些这个可以说 造成相当高的死亡率的 这样一些产品 去做临床试验 这个是 而且这个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往往是对一个 比如说对一个健康食品 对对像生命之权 这样的这样的产品 去做临床试验 这个呢就等于是说 哎你这个临床试验一下 这个苹果吃了会死多少人 或者是这个蓝莓 吃了蓝莓之后会死多少人 要做这个临床试验 花个几千万或者多少钱 去做这个临床试验 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觉得用处也不是太大 因为很多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祖先 用的一些中药 尤其一些这些都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的 那么它也不像说 是因为是骷髅油 石油或者是口开因 这样的一些成分 来做的一个化学合成的产品 要去做那么多的实验 所以呢 中上所述就是这一些的 这些concern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对于我来讲呢 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一个产品 如果我的妈妈告诉我说 儿子这个产品从哪里弄的 怎么会这么好 以前花了那么多的钱 也没有这个效果好 也没有这个感觉好 吃的这个身体也是这样那样的 那这个产品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如果我的顾客 我的伙伴都告诉我这个产品这么好的话 实际上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我的临床试验 那么我的临床试验 对我来讲是好 这么好的话 我就去相信他 如果一个做过临床试验的产品 对于我的顾客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亲 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话 那我宁愿选择 我自己感觉好的产品 所以至于说别人的临床试验 别人的这个上市公司 别人的诺贝尔甲 对我来讲 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对我来讲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值得放到架子上的一个 看看的产品 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推广的产品 所以呢 跟大家说这些吧 我这个今天只是有感而发 说这么一些话 那么这些产品呢 我们这样的产品呢 我们真的是这一辈子有幸能够接受到 是我们自己的福分 至于说我们公司的这个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呢 还有一些这个宣传做得不够的地方呢 我们呢是也是公司也是期待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经销商 我们我们的团队 我们去推广 随着公司的哪怕是一颗幼苗 哪怕是从这个garage里开始的 只要是这个产品好 公司的老板的心态心态好 那我们就我们就辅佐他 我们和他一起成长 我们跟他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建议 去修改完善这个系统 让大家一起呢 能够最后成为一个甚至世界顶级的公司 好的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 看看我们的时间上面 现在我就开始在讲一讲 我们这个公司的其他的方面 excuse me 好再欢迎一下大家 Anita Anita香港的伙伴LD1 欢迎你 还有Lily 好 那我们这个公司呢 就叫Opulence Global 那这家公司呢是一个 2005年成立于加拿大的公司 这个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 还做过一次命名的修改 叫GWT 改换成了Opulence Opulence 后来是网站呢 从MyOpulence.com 现在改换成了Opulence.com 在亚洲和新 在亚洲 菲律宾和新加坡有分销市场 当然我们也希望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开分公司 但是呢 我们公司的这个 可以说一个战略策略呢 就是哪个市场上有了 这个地方有人有强大的领导 领导团队 在那个地方就像新加坡的Almajit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commitment 他从加拿大的Calgary 把整个家搬到新加坡 因为它的根基呢 和关系在新加坡 所以它在新加坡市场呢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中立的一个一个世界贸易中心 从这个地方呢 去成立了自己的 叫分公司或者叫销售中心 新加坡分销中心 那么这个呢 是在公司没有投资的情况下 所以公司呢 但是呢公司呢会给它一定的一定的这个支持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 它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运作 如果这个地方如果面临什么 这个这个 比如说危机或者什么 那当然公司的损失会比相对比较小 因为是我们 是我们这个这个 团队自己的运作方面的一个 比如说出现故障 或者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像菲律宾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这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呢 也在加拿大在中国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运作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呢公司也是一个稳打稳扎的一个方法 在公司不会比如说在我们的市场还没有 还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当规模的情况下 那么公司不会说我去租一个非常体面的 5000尺的一个办公室非常漂亮 但是呢当然费用每个月要多少万 维持这个公司的这个中心的运营 那么当然一方面来讲呢 可能会对比如说中国市场的开发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也是公司它会面临着一个 如果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很大突破 那么它会面临一个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面 有一些限制了或什么之类的 那么它会面临一个一个投资的一个 或者叫超前投资的一个风险 所以呢公司的一些一些做法呢 它是步步为营 如果你这个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突破 那么公司呢会尽量的去想办法去去支持 那这样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滞后 但是呢应该是应该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它是步步为营 每个地方它是以这个以一个稳步发展 公司的公司处于不败之地 这样一个一个想法 所以呢就是在到现在为止呢 公司在这个商业平均呢是平衡A plus 在家居家居行业呢是排名全世界的2020年排名前100名的 这歼10公司 所以在这个奖金系统方面采用了双轨制无限带 现在呢也从珠宝这个行业来讲 已经覆盖了200多个国家 而公司呢没有负债 没有这个Debt 这个对公司来讲呢 这个为什么它能金风雨见世面而立于不败之地 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吧 那在这之前如果公司呢 公司也会想 我们如果是公司是把现在的这个总部扩大十倍 然后是一个可以说照着照片上非常风光 对全世界来讲 但是呢你要投资 你把你去贷很多款 比如说你去贷了5000万一个亿 或者多少去做这样的总部 但最后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遇到什么风暴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又会因为这个因为疫情 或者因为什么 因为经济危机 我们碰到财务上的一个cash flow 一个现金流的限制 那么我们就会 老板会比较辛苦 老板会比较 因为我们的老板呢 也面临过 曾经面临过不同的 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过五次的这个风险 或者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 经历过的一些波折 那么公司老板呢 他有这种忧患意识 他知道怎么样才能够 让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再求发展壮大 那么这个我觉得 他的这个发展思路呢 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那至于说我们 我们要希望他是一个世界顶级的 那我们是这个是需要时间 需要我们跟他一起的参与 如果我们能跟他共同成长 等到他是世界顶级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成功之后的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成功之路 所以公司的老板呢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的 这么一个具有韧性 具有实践能力和掌控能力的这么一个老板 他在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少年摔跤冠军 得了一百多个奖牌 然后凭着自己的个人的努力呢 在二十五岁就成为了百万富翁 参与过五个数百万机的企业 超过指导过超过二十多位企业家 成为百万富翁 也是一个著作的发表的一个 叫Network Forensic Networker 在前面参与的四五家其他的公司 他都能做到百万机的收入 那么这个奖金制度呢也是他非常擅长的 所以他在设计奖金制度系统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讲究制度的人性化 讲究制度的合理性 最后能够留住我们的高级经销商 留住整个系统中的这些伙伴 那么他曾经出席了 Tracy Bryant的这个节目 这个是在北美这个非常有名的节目 也被提名为Einster Young 年度企业教授提名 那么他是荣登网络营销名人堂 在与华人Buffer同期登载在美国商业杂志上面 是全球的直销领袖排名的前十名中第二名 所以他是一个已经有相当的建树 值得我们依靠和信赖的一个这样一个领袖 那么公司的远景呢 公司的mission就是要创造一流的世界品牌 同时也给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一个独特的发掘 您全部潜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通往生活的富裕之路 同时拥有健康 只要我们能够努力的参与 用自己的毅力和坚持来获得一个终身的 甚至代代相传的有序收入 公司呢 也是希望能把这样一个机会呈现给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已经是在象牙塔上的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我们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你也不用投资太多 只要你参与坚持就可以了 那么21世纪的挑战呢 我们知道尤其在疫情面前 我们前天在群里也发了一个 20家世界紧急的 甚至各种连锁的大公司 百年的老字号 他们都纷纷的宣布倒闭 那么现在这个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确实是我们现在21世纪面临的城区不穷的一些挑战 那我们在这种挑战面前 为什么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模式会是越来越获得市场的一个空间和优势 那这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沃大华的EFRA EFRA这个前天我们在讲它的收入从500 一个星期500在三个月的时间涨到了2500 那从也就是差不多是4月份的时候 那到了6月份 它的级别又从 它是从1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 从LD1涨到了LD2 它的团队的成员呢 从100左右涨到了280左右 后来我们知道它继续的努力 那么到了现在是昨天为止 它已经升到了LD3 也就是说它的收入呢 从500涨到了2500 后来又现在又翻了一倍多 应该是到了6000这样的 这是一个星期的收入 因为它已经上了LD3 它用这么一两个月的 一共前后四五个月的时间 给自己涨了上十倍的工资 这个我们虽然是不去攀比 我们也不去羡慕妒忌恨 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人做到过 那尤其是在全世界lockdown 全世界封国封城 封这个封公司的时候 有人做到了 那我们是以我们的形式呢 让我们的节奏 让我们的这个方法来发展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已经有人帮我们证明呢 我们这个公司和产品 是不受疫情限制 不受经济大萧条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潜力呢 可以把它做得更大更好 那公司的产品呢 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 现在是有突破性的这么一个好的产品 那当然我们也 我们的产品的覆盖的行业也横跨了四大 可以说对我们来讲息息相关的领域 那有时尚美容健康和个人护理 包括电子商务 这样一个五大系统 融为一体的7.5万亿美元的利润 合共利润空间 供我们去劳详 供我们去发展 所以呢 是一个可以说无限大的市场 当然我们的家居的产品也是围绕着健康 围绕着安全 也是一个非常全新的 或者叫非常受市场追捧的一个理念 那么我们的产品呢 也是非常让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 那我们要谈这个产品呢 我们的生命之权 我们必须去接触一个 或者叫去理解一个 可以说深入人心的自由基和抗氧化 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看到这面前的这些图片 我们就知道抗氧化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那这个运用到我们身体 身体的状态也是同样的道理 跟这个苹果的腐败是一个同样一个过程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产品呢 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呢 它又是入肝脾肾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结合这两个理论 来理解和分享 我们的这个 一个可以说世界顶级的产品 那么我们再讲一讲自由基的来源 自由基可以说无处不在 每天都是从我们的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毛孔 我们都会受到自由基的冲击 那么自由基当然有 比如说病毒了 细菌了 走外线辐射了 手机屏幕了 电脑屏幕了 失眠了 抽烟喝酒压力 包括我们的快餐食品 污染 还有过度的运动 这一切 甚至我们呼吸的氧气 全部都是造成我们体内的 自由基氧化损伤的一个来源 那么自由基无处不在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 这样一种 无处不在的自由基的损伤面前 怎么样获得生存 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抗氧化剂 那抗氧化剂有 有几种不同的来源 我们可以去购买一些 保健品 这样一些健康食品来使用 当然这些它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一些 跟每一个公司产品的 它的使用的成分 它的包装 它的胶囊 它的各方面 包括它的一些填充剂 都是有不同的讲究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买到不错的产品 有时候也会买到一些 有局限 甚至于过量 甚至有毒素的一些产品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自然的一个渠道 那这个渠道呢 我们也知道它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说有一些可以腐败啦 变煤啦 或者有带着农药啦 化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些青菜水果 还会因为土壤的瓶瘠和各方面的这些限制 转基因而引起不同的变异或者是缺乏 这就是我们说的 引起我们身上的一种叫隐性的饥饿 那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自己肚子是饱的 但是我们身体内在的系统是处于一种对营养素的补充和抗氧化剂的一种饥饿 因为它们的含量呢相对比较低 我们的摄入量是比较少 科学家的研究呢 发现我们所能摄取的普通的来源只有达到我们需要的只有一毫克 而科学家希望我们或者叫建议我们能够用到50到100毫克 那当然我们这个选择上面有更合理的 也就是更有高强度的抗氧化剂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挪威云山树提取物 这个提取物呢 是一种从一种无病害的挪威云山树种 是在芬兰北部的山上的这样一种树种 这种树种呢在非常恶劣的超低寒冷的这么一个地带 它生长的这样一种树 这种树呢可以长达上万年的这样一个生存历史 那么之所以能长这么多年 我们知道一般的树种就是几十年三百年或者一百几十年几百年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因为病啊害啊或者是虫啊一种一种什么 会让它聚穿它的树干 最后它会老化倒倒就是会凋亡 那我们这个树呢可以说是上万年的话 那真的是它它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物质 这就是我们说的木分树 它在我们提取之后变成一种溶剂 可以让我们口服也可以外用 这样一种内服外用共同使用的情况下 覆盖我们身上从头到脚各个不同方面的需要 所以呢它对抗微生物抗消炎 还有各种其他不同的方面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您是想选择一种简单的一个覆盖 您身上从头到脚需要的这么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最理想的 可以说唯一的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 我们也拿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批文批号 获得了全球的独家经营权 也是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经营权 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抗氧化剂的总体的一个功效 我们的生命之权呢 我们这里简单的列举一下 从我们的身体的头 也就是大脑心脏 一直到直肠肠胃 我们的脚上膝盖 关节炎或者是脚趾脚板 甚至我们的牙龈 皮肤头发 这个痔瘡 各种各样的这些体内的一些 可以说是病变 或者叫脑化 损伤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也另外有一套 让我们叫 从外部来讲 美容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这就是我们的五件套 给我们五分钟 让您的时光倒流五年 让您年轻五年 这么一个系列产品 它的这个十一种的活性植物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肌肤 保持我们的美丽 亮丽的肌肤 那么它也是北美呢 唯一的含微盈和F2的 云山素提取物的护肤系列 我们还有一款牙膏的 是无浮的 不含浮化物 对于牙齿的洁白 口臭 牙龈炎 牙周炎 这样一系列的口腔疾病 这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保护 因为它里面有一种 我们叫MicroSilver 就是微盈 把盈子磨碎到 足够的小的颗粒 但是又不会用 不会像我们叫纳米技术 渗透进我们的皮肤 这样一个状态 让它能为我们的皮肤 保持24小时的后务 我们还有一套个人护理系列 当然现在我们刚才比较简单的 一个可以说洗发护发 当然我们后面还有后续的 一个一个的产品会陆续上市 那么这一套个人护理系列 也是非常独特 因为它对我们的头发的护理 非常的有帮助 会改善我们的头发的法治 滋养毛囊 使我们减除头皮屑 减少脱发 综合脂油剂 那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 系统工程 我们这里呢 现在还有时间 今天说了不少的题外话 所以呢 我看看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把这个 要不我们今天就不要去讲 这个生意的赚钱的方法了 我们就直接就分享一下产品吧 今天如果是大家有有关产品方面的 见证和分享 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 或者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们 跟我们来分享 或者提问 我现在就把时间留给大家 或者我把大家的话筒都打开 你们也可以参与 或者是举手也可以 现在有人有分享 或者什么需要举手的 可以举手 如果不愿意举手 我就把你们都放到对话框 大家就可以直接发言 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话 就可以说话 我们有一些伙伴呢 还在参与其他的公司的一个 分享啊 或者是推广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会有自己的喜好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他觉得他做另外一家 护服务品的 公司的产品 他觉得比较得心应手 因为他是一个女孩 女孩都爱美 但是我是 我是 因为他比如说 他是另外一家公司 公司我后来告诉他 我说 你这家公司呢 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 你现在要去做 你想把它做了 你想把自己做上 这个世界顶级的经销商 这个机会是没有的 因为上面已经有 有太多的顶级的了 所以呢 你只能在后面 跟着 跟着别人赚你小钱 因为 而且呢 我说你做护肤品呢 这个护肤品 那 它毕竟是护肤嘛 护肤就是跟美容有关 美容当然 更多的是 我们知道是局限于女同胞 而且是爱美的 年轻的 或者是年长一点点的 因为到一点点 到了七八岁的老太太了 他一般对这方面的关注就比较少了 所以他毕竟是 首先男性 整个男性 百分之四五十五十五十的这个人群 是跟你这个关系不大了 因为像我们男同胞 我们都不会在这个方面付出太多的关注 那么你的这个女同胞里头又把婴儿幼儿和老人再排除 那么只剩下一些 比如说二三十岁到四五十岁之间的这些活跃的女性 那么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圈中的选择就已经狭窄到了 比如说百分之二十甚至十的这个这个这个人群中间 那么你的市场肯定是受到局限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因为可以内服外用老人 从从皮肤护理 从从这个各个方面都可以 所以呢它的优势呢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选择产品和市场的时候 我们会关注一些这方面 好的如果大家有什么 想分享的就可以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大家的话筒已经都打开 不管你是从生意的角度 比如说你做了多久 现在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 或者有什么顾虑 有什么想法 或者产品使用过程中 有什么好转反应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讨论分享 因为只有在大家把自己的顾虑或者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才会在这个系统里头一往无前 我来说两句吧 这个怎么举手 现在不用你直接打开话筒就可以说了 没有来参加 好 但是我 你今天 今天倒是不用录 我就是说 随便聊聊 今天我们聚会呢 真的是蛮好的 可能因为大家累了 时间也长吧 所以这顾虑反而没上来 但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也非常这个非常的受鼓舞吧 因为一个是我们见到这个朋友 像那个雪梅呀手上的这个湿疹 他那个湿疹他说好了 以前我也知道 但是你没有看见的时候 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看见的时候 我觉得哇效果这么好 他那个湿疹是长得什么样子 就是那个长得像一个猴子一样 都结了硬皮 那个样子 然后现在就 我就是跟正常皮肤一样 但是他有个ear 有一个 就是那个痕迹在那 但是你摸上 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一样了 所以 而且他呢 是治疹长的两只手是对称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 我如果不看见的话 我还是就觉得 好像大家都说湿疹吧 湿疹好了怎么样的 但是我看见了 我才知道 哇 这个的施整原来 他还有一张原浪的照片嘛 这个产品呢 所以挺不可思议 其实您刚开始 这个说了那么多 关于公司的事情 其实像我呢 也是关注这个产品 我觉得其实要感谢公司的老板 找到这个产品 所以什么时候 如果跟老板对话的话 我们还是要感谢他 其实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公司 有两样东西 让我们觉得值得感谢的 一个就是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你不要说就是觉得 它是一个拿来赚钱的一个商品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建的一个东西 像我们最近呢 用的这个 包括我们很近的朋友 用的效果 我们都觉得就是挺不可思议的 其实我现在才用了八年多的产品 但是我的用量很大 我一个月要用2.5瓶 两瓶半 但是我现在就感觉 哇这有有有 就这个我以后再给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还没有成熟嘛 我就觉得有一些 我原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仅仅想象不到的一些效果 就是你不敢期望的一些效果吧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 真的是 就是说也值得这个 就是感谢公司吧 带这么个产品进来 另外一个呢 在中国呢 我们觉得也 就如果带着朋友 做这个生意吧 也是蛮安全的 你比如说公司有一个 像我们大陆 其实国外还好 像大陆的 有一个银联卡 银联卡呢 可以随时把这个钱呢 也转出来 大家可以消费啊 任何时候做任何消费都可以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其他公司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个 他的钱没有那么容易拿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 比较安全 这样的 所以这两点都是蛮好 然后关于这些产品的这个 功效啊 有一些东西再分享的那个 我们要等着再成熟一点 再做分享 我不想说这个事情 我感到希望的时候就开始分享 有的时候 对 可能会产生误导啊 或者什么的 给大家不切实际的期望啊 这样的我还 不想 但是呢 我想这个公司就从这只产品上来 看了蛮有希望 而且老板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去改了域名啊 然后那个做这个银行卡呀 还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举动呢 都是一些就是 就是说他有一个plan的这么一个表现 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蛮有希望的 这个公司吧 也是前途不量的这么一家公司 我就先我就分享这么两句吧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航班的分享 确实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因为没有安全什么都不用谈了 对吧 就是说你从这个 不管是资金安全 奖金安全和这个产品的安全 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是有比较的 因为我们刚从另外一家公司出来 那也号称给你一张卡 但是现在新费员卡都不发了 根本拿不出来钱的 对 是这样的 对 所以这个产品呢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产品 为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会走遍天下 这个走遍这些 在很短的时间内 到一百多个国家 被一百多个国家所接受 这个是 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安全性 和它的简单性的话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比如说你一个像另外一家公司 说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多维 你有一共有 一百多种不同的成分在里头 那么这样的话 你要去做审批的话 这个可能性很小 就是人家公司不知道哪些东西 会对它的国民造成损伤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些 起码是在审批过程中 它会弄得很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去进口 要import 要去拐多少斗弯 最后限制多少瓶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你一个产品这样 另外你多了几个产品呢 你可能就 这个难度就越来越大 那我们一个简单的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 这个人人都能理解 全世界都能理解 又单一就一个成分 这一个成分又不那么复杂 也不用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医里头 我们原来在这个搞产品设计 生产和营销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审批 你是副方 你比如说三位 两位三位以上 你就变成副方了 而副方的申请过程 要两年到五年七年都有可能 但是你是一个单位的 一个single ingredient 那么这个ingredient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话 那你就是三个月 五个月就能审批下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 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容易被理解 也被接受 那么这一个产品 在市场打天下的时候 它就几乎是 叫所向披靡 所以我们实际上 是有很大优势的 我们大家现在 在公司 可以说在它不大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 就像有的公司 我们这个一个大会 上面你要去领奖 那有五千人上台领奖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公司 已经就是说很有规模 是一个世界顶级的 什么这个大公司 排名都多少多少了 那么这种时候 我们去参与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那个顶尖的 一些人的话 那我们实际上 已经失去机会了 所以你去的话 也很热闹 但是你就知道 凑一下热闹而已 那你能挣到多少钱 这个是我们都心里有数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一家可以说 你能参与到这个公司的 比如说只有50个人 上台领奖 你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你就是 你的机会就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 如果是参与的比较久的人 我们知道 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 我们去辅佐老总 我们去帮助他 甚至指导他 但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偏急了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成长 跟他一起 大家也是互相 互相帮助 互相敬重 互相尊重 互相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样对我们大家呢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说开心的环境 让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 叫喜乐中帮人 喜乐中挣钱 喜乐中跟团队跟公司一起成长 这就是我们可以说 这一生追求的一个最高境界 好 下面我们看看 还有谁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自己的想法 这个今天我们畅所欲言 让大家呢 让大家 奇怪呀 为什么参与这里 有一个人的名字跟我一样呢 你是因为两个账号在加入吧 可能不可能 那是另外一个人 这叫寒霉吗 你看另外一个人也叫寒霉呀 雪霉的这是 那雪霉吗 可能是雪霉 有个雪霉 对 有个雪霉 雪霉 雪霉 对 雪霉你可以 你可以打开话筒打个招呼 雪霉 你好 刚才出事刚回来 我赶紧上 今天你应该说 你 miss 掉我们一些比较精彩的 精彩的话题 有没有呀 你跟我们今天 刚才我还说了你那个诗诊呢 我今天看了你那个诗诊 我觉得特别的 我要不看 我没有那么大的感受 我还真是看了一下 我这个原来 原来那个叶那么大 那就是原来你是挺硬皮的 对 其实这就是 我先讲一点点 就是说这个皮肤的实诊 实际上你要从一个结痂硬化 那么老化那么厚的一个皮 要把它给 要把它给这个 变成一个你现在 一个可以说 嫩嫩的肌肤的话 恢复到原始的这个状态 这样这个过程 它不是说拿这个口衣 吹口气它就走了的 所以这中间呢 它一定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有时候 是要把这一层 这个厚厚的这个皮 要融掉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脱掉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每天都见好 每天都觉得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它中间这个过程呢 可能会比较 会比较messy一点 实际上这也是反映在 我们身体其他方面 一些改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有点什么好转反应啊 有点什么这个身体 有点这个 有点断断续续听不见了 喂 没事了 这个 没事了 没声音了 他自己跳一下 现在怎么样 现在又 那个老师 确实是 我现在说一下 我这个 那个失忍的情况 因为我是去年 去年吧 刚退休 退休后三个月 就突然的 就是这个 这个手啊 就是成片的 起失诊的 因为我也是在 检验科工作 就是长期戴手套 我一开始认为是 因为戴手套引起的 因为我身上其他部位 什么都没有 就是没有这 这种失诊的状态 之后呢 就这双手上 今天给韩梅老师 我也看一下 我等于是去年年初的 那个整个双手上面 都四五片 手指 手指头上 手背上 都是 很痛苦 因为其中 我跑了几 多少家医院 因为我本身在医院 但是呢 我还是比较相信中医 我就跑到一个 私人的一个中医院 用这种揪法 火揪的方法 那个针刺 刮刹 排毒 可能是排尸器 稍微收敛了一点 稍微收敛 但是始终反反复复的 就是只要别吃刺激性的东西 只要吃刺激的东西 或者喝一些酒啊 什么的 它又反出来了 把那手就 养 养完了以后 就是一圈又起那种水泡 反正又起结 就是结痂那样的情况 就很痛苦 实际上这个 实际上我接触这个 之前也是在服用别的产品啊 还没老 就是我服用别的产品的时候吧 它用它这个叫精华 我也往上滴 包括用那个配拳 我也擦过 是有一些好 但是呢 也没有完全好 特别奇怪的是 我是在六月初 我才刚刚用咱们的声面去拒拳 所以的话 我就是连口服 还不是说是天天吃啊 一开始吃 我还是有反应的 睡不着觉 第一次吃 晚上我睡不着觉 兴奋还是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失眠了 第二天我一跟陈鹏说 我说怎么回事 我说我这个反应挺大 我还停了一段时间 就是属于 我就这一个多月 我是停停 就是稍微症状重一些 我就稍微减一点这样 或者停一天 反正断断续续的啊 前天还是大前天 我妈 我给我妈爸也吃着呢 结果呢 我妈就跟我说她的情况 她说了 姑娘你这个手怎么样 我这时候我再看 哎我这不照片都留着呢吗 我做了一个比赛 到时候 我把那个 发给您 到时候您看一看啊 好的好的 特别好 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平于皮肤了 但是呢 痕迹还有 就是说在周 因为我手的 其他的几个片状的一种试证 我是眼看他怎么好的嘛 反正就这两个特别顽固 现在我就是 就感觉很新奇啊 就是说 用这么短时间 能让我现在 不痒了 我最近短时间也不是不喝酒 有时候跟老公 有时候也也喝酒 但是他不次养了 嗯 不想喝点酒 或者吃点什么刺激性的东西 他又反复 又一挠 就能起来瓶 现在是一点瓶都没了 嗯 完全是在痊愈 就是在恢复 反正我知道这个视镇是很难治的 确实是 而且反反复复 嗯 今天我就给韩梅老师看了一下 他还说哎呀 真是不错 我还做了一个对比 我这个那个图是 去年 对对 我要给你们看了 啊 完了 这是隔了几个月啊 嗯 我也做了一个对比 嗯 所以的话 我觉得 这个这个产品非常好 嗯 好 在我身上 就是这个 个人那种分享啊 嗯 谢谢 啊 还有 就是我父母 我父母 起来以后眼睛几乎就是 吃不过就是把眼睛粘住 就这种状态 他一开始 我没给他发连接的时候啊 他害怕了 嗯 哎呀不能吃了 姑娘 这个东西太太厉害了 我怎么吃完以后是这样呢 而且他晚上睡觉也是 不是特别好 对 因为他不是浑身难受嘛 他说就浑身骨头也 那个关节也疼啊 这那的 哎 就是前天 跟我这个联系了一下 就连闷我的手 再说他的一种感受 嗯 哎 那我说这东西好转反应 确实是 就是我们都体会到了 包括我好朋友 那个彩虹也是 他也是 所以的话 就是说 这个东西很 其实就是很浓缩 吃完以后 这反应 我觉得现在是很正常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 慢慢就会好的 是吧 是 韩美老师给我